HELLO 大家好,我是Bianne 我今天想說一下如果是非素食者對素食有興趣 或者你有好奇心的話 就一定要看我的影片 我希望大約給你們六個項目 希望大家會留意一下 如果你是非素食者想轉型去素食的話 我給你們一個指南 很大可能你第一樣的感覺就是會覺得很不習慣 因為譬如你早上平時叫餐蛋寺 突然間要思考了 餐蛋寺這麼簡單的早餐 其實裡面已經含兩樣不同的動物的成分 所以應該叫什麼好呢 首先不要給自己那麼大壓力 就應該每個禮拜或者算一兩餐是素食的 譬如你逢星期二逢星期四的早上早餐是吃素的 譬如吃麥皮 吃麵包 吃醬 或者吃沙律 這些小小的轉型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些 比較容易適應的 因為人的習慣 起碼要一個月才可以改變 我覺得首先就要逐步逐步來 如果你可以的話 譬如這兩個禮拜是不吃牛 然後下兩個禮拜就不吃牛不吃雞 這樣一步一步來就比較好一點的 第二樣東西 人們就會想 究竟我如果又吃肉變食素 我應不應該吃素肉呢 其實你吃素是因為很多不同的理由 有些人可能因為宗教 有些人因為健康 有些人可能許下了承諾 有些人可能覺得我就是想吃素 有些人可能愛護地球 有些人可能覺得殘忍 等等無數千萬的理由去吃素 所以有些人會想 究竟我吃素 為什麼吃素肉呢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是沒什麼所謂的 因為你轉型的話 其實有時候很辛苦 很多人都很不習慣的 因為那些人可能會覺得 吃菜吃什麼味道 吃生菜吃白菜 全部都是綠色的蔬菜很辛苦 其實素食是可以很多元化 也很漂亮的 其實是看你怎樣去做 怎樣去變化它 其實你每一次吃素 我都會覺得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 所以無論你是需要吃素肉 或者你可以全部吃綠色蔬菜也好 或者你是蛋賴素姐 或者你是蛋素姐也好 我覺得我們大家的共通點 都是想減少到實生 也會愛護到這個地球的 所以我覺得任何人的步伐 都是非常重要的 也非常要被尊重的 有些人可能需要吃素肉 有些人可以不需要吃素肉 都不要緊 我覺得最重要是 你自己比較舒服 因為始終這兩件事 都是你的生活 變成你的生活 也會變成你的習慣 所以你首先千萬不要給自己這麼大力 第三個點 就是一個大家都會 可能經常會遇到這件事 就是什麼呢 就是很多人都可能對素食者 會有偏見的 那譬如什麼呢 就譬如說 吃素沒有營養的 或者你夠不夠營養的 你什麼都不吃 那你吃什麼 那你吃什麼 那就是沒有口吃 其實完全不是的 其實我覺得 所有東西都是一個習慣 可能你從小到大就習慣了吃肉 那種質感 你覺得吃肉是很自然 一起來就吃肉了 你不會想這件事是什麼 那因為吃肉呢 是大量的 而吃素 始終現在也是大量的 所以 變相吃素 也會有很多不同的人 可能會說你 其實我覺得 你真的千萬不要介意別人說你 因為你要記住 你自己是很有價值的 你不要因為別人的一句 因為要令你所有的思想去改變自己 我覺得是完全不值得的 因為你要堅持一樣 因為如果你這麼容易被人影響的話 其實你做任何事 都變相是很難會太成功 譬如 人家說你很漂亮 那你那天就很開心 人家說你很噁心 你今天的樣子 那你可能突然間變得很不開心 那其實人家一句的話 也不是等於你的樣子 也不是等於你的價值 所以你要預了被人說 沒有營養 但其實吃素 都可以很有營養 也看你怎樣吃 所以千萬不要被人 這麼快一句 就打擊到你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 尊重大家的決定 而吃素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環保 也都可以不殺身 非常善良慈悲的一件事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是真的好值得去鼓勵的 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做到的朋友 或者想做的朋友 真的要鼓勵一下你們 我覺得很感謝你們 去決定 或者去嘗試去做這件事 第四個點 人們可能會覺得 吃素是否會沒有朋友 因為大家吃的習慣都不同 其實我個人覺得是完全不會的 只要你知道怎樣去吃素 或者怎樣去面對肉食的朋友 譬如像我這樣 因為很多新的朋友都不會吃素 但是他們也會很開心跟我 或者陪我去吃一餐素 或者兩餐素 有時候他們真的想吃回他們自己 吃開的餐廳 或者餐廳 或者酒樓 其實都可以的 那素食者要記住 要注意些什麼呢 就是你們去那個地方 餐廳 或者酒樓之前 你去看定它的菜 這個是我經常都會做的 因為你看定菜 你大知道有什麼菜 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其實我覺得吃素的朋友 陪吃肉的朋友 在肉食的地方吃齋 我覺得都是一件OK的事 因為其實看你的出拍點是什麼 剛才你是想保持這班朋友 也都希望有一天會影響到這班朋友吃素 又或者希望你多點兩碟菜 希望他們多吃點菜 減少吃肉 其實看你吃的目的是想怎樣 譬如我這樣 我是不介意去吃肉的地方吃菜的 那我就盡量會說清楚 酒蔥酒蒜酒蛋 不要加高湯 這些是非常要注意的東西 或者不要加豬油 因為有時候人們炒菜都會加豬油 因為會比較明顯 而且我會盡量 不會選一些很麻煩的菜去吃的 所以我出去吃飯 跟肉食朋友吃飯 我是完全不會想著 我今晚吃什麼好吃的菜 我只是要為求一個方便 為求吃普通的菜 但希望跟朋友可以聚集 可以聊天 可以互相溝通一下 更新一下大家 所以你看看你的目的是什麼 每個人覺得 肉食的朋友可以保持 還有素食的朋友也可以保持 第五個點 就是大家都會很緊張 吃素會不會缺乏營養 吃素的朋友 最重要是補充 B12 鐵質 還有奧米加 其實這三樣東西在蔬菜裡面 都是非常豐富的 例如你想補充鐵質 有菠菜 有菇類 或者有海草類 你也可以吃一下 奧米加 例如阿麻子 也是一個非常有營養的食物 裡面也有很多奧米加 也不需要擔心 B12 B12 其實很多菇類都有B12 看看你們怎樣均衡地吃 如果你真的很怕不夠B12的話 其實你可以吃一些補充劑 營養補充劑 問問你的醫生 然後問哪個牌子比較好 其實我覺得我吃了這麼久 你可以看上個視頻 關於我吃了幾年 我那個視頻就說到 其實我吃了這麼久 一直都OK 所以也很平均 也不會超過 也不會低 所以我覺得生活習慣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你懂得怎樣吃的話 一定是不會結份營養的 第六個點 我希望大家有機會 去看看The Game Changers 其實是講一下 James 他是一個UFC的格鬥員 其實他已經教這個格鬥 超過15年了 他有一次就受了傷 然後他就做了研究之後 在土耳其的義佛所裡面 原來他講述 裡面就是很多格鬥士打架的 就是考古學 掘一些屍體上來 原來發現那些格鬥士 格鬥士就是吃大豆 和大麥的人 基本上他是素食者 但是他的力量 就覺得很強勁 因為他是格鬥士 所以開始令到他 顛覆了他平時一半的思想 因為他經常覺得 吃肉才有營養 吃肉才有能量 為什麼那些格鬥士這麼大力 他們只吃大豆和大麥呢 為什麼他們可以這麼 體力這麼厲害呢 他就開始去搜尋了 然後他就找到 原來是很多不同的運動員 例如跑步那些菜手 Vegan Strongman Patrick 他有個外號 叫Vegan Strongman 他們很大力的 可以譬如 拉鞋 拉鞋 大車 很大力的 舉很重很重的 很重 他是這麼大的能量 但是他是全 plant based 所以他開始分析到 很多很多不同的case 認識到很多不同的人 然後他又發現到 原來plant based的人 譬如受了傷 是傳閱的速度 是比吃肉的人快 他們的能量 補充能量的速度 也比人快 所以他開始 深究了之後 他也變成了 一個吃素的人 所以Game Changer 我覺得大家 真的值得一看 所以總括來說 我覺得吃素 並不難 只不過是一個生活習慣的改變 大家對改變 可能也是很害怕 但其實你踏出了第一步 其實真的是完全難的 因為其實大家都有個信念 也有一個 purpose 去吃素的 譬如你覺得 我真的很想嘗試 我很好奇 這些都是一個原因去吃素的 大家要堅持這個信念 就是素食很簡單 最重要你有均衡的飲食 然後要注意多吃菊類的東西 記住不要吃白麵包 不要吃白米 也不要吃白糖 這三個白 一定最好是不要吃 如果可以的話 因為對身體不好 而且千萬不要吃精製的食物 我之前 第31日的梳食計劃 總括來說 我都跟大家講過 譬如蛋糕 薯條 我們應該多吃些圓形的食物 即是本身 它一出生 一生養出來 就是這樣的 譬如南瓜 薯仔 有機粟米 蕃茄 這些全部都是圓形的食物 但是你改變了它的體態 就會變成精製食物 所以其實所有東西 都是一個字 就是平衡 所以我們 平衡的生活很重要 食素其實真的不難加 大家去參考一下我這六個點 就希望大家可以由一個肉食者 變成一個 嘗試了一個素食者的路程 希望大家會比較容易一點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視頻 如果你們喜歡 或者有什麼問題 記得留言給我 記得按LIKE 訂閱 以及分享出去 希望讓更多人去了解一下 如果剛剛他在一個 想吃素 應該怎樣做 或者什麼需要留意 一個指南給他們 好了 我們下個視頻見 拜拜 我們下個視頻